近日 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开展了一场政治教员授课擂台赛 此次擂台赛采取双人竞赛模式 围绕客舰制作 模拟情况处置和现场授课三个环节展开激烈接触 在模拟情况处置环节 考官围绕基层官兵经常遇到的矛盾问题进行测试 要求教员们现场随机抽题 并在规定时间完成准备进行处置 极大考验了教员们快速反应能力和准确的思辨能力 此外 在授课竞赛现场 教员们将真人真事搬上讲台 用真情感染人与真理说服人 使授课内容更加真实 这一次的擂台赛让我受益匪浅 充分感受到了擂台竞争的激烈 在以后的局理生涯中 我要更加努力向优秀的政治教员们看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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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